张 铃声响起请坐好 猪猪侠小夫子要开课聊 今天咱们接着说百家姓中的张这个姓 咦 小呆呆同学 你看起来无精打采 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 可把我折腾惨了 这世上有没有可以不打针 不吃药就能治好病的医生啊 你别说还真有 真的吗 哇这么神奇 东汉末年有个姓张的大夫 他既没有打针也没有喂药 就把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给治好了 你们想去见识见识吗 想 那好 我们这就回到东汉时期的南洋 去见见医圣张仲景吧 哎 超级放爆糖 快来帮帮帮 啊 飞飞 小得呆 我们到了 小夫子 那位白胡子的老爷爷 就是医圣张仲景啊 不不不 他叫沈淮 也是当地一位名医 在他身边坐着的那个年轻人 才是张仲景 咦 我看这位沈先生病娘娘的 还一脸忧愁 难道他生了什么重病 是的 沈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 可他没有子女 无法将一身医术传给后人 所以他越来越惆怅 时间一长就愁成了重病 谁也治不好他 年轻人啊 我这病已经无药可医 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沈老先生 我给您开一个药方 灵不灵 您试了就知道 唉 我先看看药方啊 五股杂粮 各一斤 这是什么药方 您记得叫人按我开的方子 将五股杂粮搓成团 在表面涂上朱砂 一顿吃完 要不了多久 您就能要到病除 年轻人 你可真会开玩笑 这五股杂粮搓的团子 填饱肚子还差不多 怎么可能治好我这绝症 沈老先生 这就是治病的良药 我先告辞 等你病好了 我再来看您 这药方 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啊 真滑稽 来人啊 按照这个方子做成药丸 给我挂屋檐底下 我要好好嘲笑嘲笑 这个庸医 老舍 门外都听到你的笑声了 你进来身体怎么样啊 最近有个叫张仲景的医生 给我开着治药的病丸 你看看 就挂在屋檐下 老沈 一段时间不见 你身体好像不错啊 难道这杂粮团子 真的是治病良药 可沈老先生 也只是每天看着它 并没有吃下去啊 小呆呆同学 这你就不懂了吧 张仲景开的治药方 治的不是身体上的病 而是心病 沈老先生 现在才明白 张仲景的用意 看来我这方子很管用 沈老先生的病 已经药道病除了 中景啊 原来你知道我并不是身体出了毛病 而是内心欲解所致 所以才故意写下这样的药方 逗我开心 沈老先生 我知道您一直担心自己后继无人 可您忘了 我们这些学医的年轻人 本就是您的传人呀 嗯 你的话很有道理 我果然是年纪大了 老糊涂了 中景 来 老夫 这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给你 这就是张仲景对病下药的故事啦 哇 张仲景真厉害呀 是啊 现在你们知道 医生看病有多不容易了吧 嗯 知道了 猪猪侠 我也想让张仲景张医生 帮我看看病 我感觉我最近吃不下饭呢 平时能吃三碗饭的 今天我才吃了两碗 嗯 小大大 我看是因为你今天多吃了一个鸡腿吧 嗯 下课时间又到了 剩下的兴师我们以后慢慢说 诸位弟子 我们下堂课再会吧 起立 行尸生礼 多谢猪猪小小夫子 弟子贝贝告辞啦 点误 先尸生礼